最近两年不少手机品牌都推出了折叠屏款式的手机 秦女士介绍最近几年一直在使用OPPO手机 今年3月份花9000多元买了这部OPPO折叠手机 Find N3就是OPPO新出的一款手机 我是OPPO的资深老用户 我从它2000块钱的手机用到4000用到现在的1万 它是个三面屏嘛 然后我就是不需要把它折叠开来 它照样可以接电话的 所以说我平时折叠的很少 秦女士这部手机合上时有一面屏幕可以使用 打开后还有一面大屏 大概半个月前 她发现能够折叠的这一面大屏漏叶了 她有些没法接受 我就是当时冲着它的那个折叠1万次 因为它说的折叠1万次也不会出现问题 作为一个消费者我非常的信任它 所以说我就花了1万块钱买了这个手机 如果说一天经常用这个折叠屏的话 那1万次也很快就折叠掉了 1万次的话很快折叠掉也不会啊 你一天365天好了 因为它这个屏幕是这样都可以接电话的 你不可能每天都去追剧嘛 我们买这个大屏手机就是为了看剧方便嘛 我就是冲着它1万次折叠都不会出问题 我觉得1万次不多 对我来说我折叠的很少 1万次已经够了 已经有好久可以用了 秦女士现场对品牌方的宣传做了进一步确认 发现宣传时介绍的并不是折1万次 是折叠百万次它不会有问题 我那个就是在各大网站上都有这样的宣传 发布会上有这样的说法 我就觉得更加心理不平衡了 我这手机才折叠1000次它就出现问题了 杭州拱述水晶城这里有个OPPO官方授权服务体验中心 秦女士之前把手机送去检查 鉴定结果写道 检测产品故障现象存在复现 产品无异常损坏 就是现在产品就是存在这个现象 但是不是我人为损坏 他们跟我说只能给我换个屏幕 我不满意 因为我的手机采用了半年 官方客服说 他说产品属于三包 你只能换屏幕 他说我不能给你换机 我肯定要他给我换个新机 一般来说 手机的三包政策主要是 7天包退 15天包换 一年包休 钱女士的诉求 恐怕商家不太容易会同意 不过记者还是跟授权服务体验中心做了沟通 希望了解一下 折叠屏的使用注意事项 这次出问题的原因 以及商家的正式处理意见 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应 而是记下了记者的电话 保险起见 记者又通过OPPO官方热线电话反映了问题 截至发稿 暂时没有接到进一步回复 1818黄金一人记住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